四大农民起义领袖,黄朝、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各有什么不同? 黄朝是唐朝末年发动的起义黄朝起义,刚开始实力弱小到处流窜当起, 义军强大后,最终攻占都城长安建立了政权、大旗, 但随即被唐朝反攻黄朝,被杀黄朝起义刚开始四处流窜时, 黄朝充分表现了他的战略和军事才能, 带攻占长安后,却迅速腐化堕落, 每日只顾想说义军很快就失败了, 黄朝可以算成才子和神经病的复合体。 他写过,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近代黄金甲的昭明诗句, 在流窜各地过程中,义军也不断发生屠城和吃人灯害人听闻的, 事件自绝后路,朱元璋,是原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的一位, 并最终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建立汉家,大明, 由乞丐到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为二, 另一个是汉高祖刘邦,白手起家建立王朝的人, 也堪称了国罪政,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号称, 闯网,十几年的流窜后,终于攻占京城,建立了政权, 大顺,但如今后部队迅速腐化堕落, 被清朝主官击败李自成只当了十几天的皇帝, 就在一片石被打得落花流水,为他人作驾衣裳, 便宜了清朝后,在九宫山被地住武装袭击死亡,新中国成立。 毛主席进京时说道,不做李自成, 可见李自成进京所作作为之失败, 堪称典型的反面教材红秀全是清末太平天国起义领导人和太平天国的天王, 他依靠自创的,拜上地窖,发动民众起义, 但攻占南京后,沉溺于享乐之中广纳嫔妃, 大肆封王并彻底沦为一个神棍后, 被曾国藩攻灭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 四个农民起义领袖中, 唯有朱元璋最为成功, 其他三个人刚一成功便沉溺于享乐不可自拔, 最终的失败,可以称得上反面教材, 造反堪称所有行业中风险最高收益, 也最好的职业了没有金刚钻就别懒死, 气活没有坚定的意志, 没有统治国家的雄才大略皇朝, 李自成, 洪秀全等人光看到了巨大的收益。